LCCF TV 歡迎收看LCCF TV 大家好,歡迎收看九巴經典系列 今集主角是丹尼氏渴彩型Jubilant N1-N4 在七十年代,九巴引進大量後置引擎,單拿增補雙層巴士 但由於技術未算成熟,穩定性欠佳,引擎經常過熱,以及上車能力較弱 九巴希望仲走穩定性高的前置引擎巴士,但前置引擎巴士在英國本土已停產 在1977年,九巴最終找到正在重啟巴士業務的英國丹尼氏車廠 丹尼氏接納了九巴提出的要求,正式推出新一代前置引擎巴士,名為Jubilant 跟上一代前置引擎巴士相比,把前軸的位置後移,引擎安置 在前軸之前,乘客登車用的前,車門及駕駛室同樣在前軸的前方 分別位於引擎的兩側,此舉令車長,方便觀察乘客投閉情況 使巴士適合一人控制系統,由於當年丹尼氏車廠只生產底盤 並沒有提供車身,N1至N4由 九巴自行設計車身,Baco提供車身材料 車廂內以3加2排列在以,令載客人數達116人 及後修改了企位人數,下降至102人 動力方面,使用吉拿六LXB引擎 佩服伊特DIWA851型全自動波箱,附有減速器 亦是九巴首款配備全自動波箱的巴士 巴士亦配備亦格輔助轉向系統 當年小編很少見到這四部車,當預見時,第一時間想 起丹尼氏消防車的車頭,超大隻丹尼氏英文字母 加上銀色橫橋和紅色車身 上層的前後車身設計極之古怪,個人認為設計並不漂亮 小弟只乘搭過一次,所以印象不深 但感覺裝工麻麻,感覺上車是有力的 在1982至1983年,N1至N4進行年度大修 有以下改動,包括改用都普版本的儀表版 車頭水箱罩亦有改動,款式近似美其都普渴變水箱罩 而N3C機位門設計與N1頗為不同,改為後推式 此舉,令車外涼風能引進駕駛室,令車長駕駛時感覺涼快 較後時間九巴翼統一了四架的規格,也時後推門 除了N1至N4,裝有此車身外,第五步披上此車身的巴士 是一部利蘭Edlin連二手巴士,2L7 1,於1978年下季被改建 N1至N4,經過測試後,證明簡單可靠,亦適合一人操作模式 於是便向丹尼市車廠分四批訂購了360架丹尼市 駕駛形巴士,其後轉用了壓力山大和刀抱車身 外形設計美觀得多 LCC FTV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拜拜